有一天晚上和幽爸和幽幽一起去吃饭嘛 吃完饭之后嘛 我们准备骑小电动车回家 发现我们的这个车上就有一个这样的便利条 给我打电话 下面还留了她电话号码 幽幽来咯 还有爸爸和妈妈 哈喽又见面了 我是幽妈 我是幽幽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 发票 1月2月呢 我和幽爸还有幽幽三个人 到处去玩 所以外食比较多 你看 还是有很多纸张的发票 先跟大家汇报一个好事情 我们的全联发票中了200块钱 我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中奖了 今天早上去全联买牛奶 店员跟我说 你中了200块钱 要不要取出来 当时我就当场拒绝了 我在讲 这200块钱 一定要让悠然挥霍一下 拿这200块钱 去全联想买什么买什么 我是一幻疯 我看牌子 不是啦 我要录像啦 我们不是中奖了吗 中了200块钱 任务呢 就是把这200块钱花掉 除了巧克力和糖果 其他都可以 可以 一个巧克力都行 一个巧克力和一个糖果都不行 除了巧克力怎么行 不行 就是不行啦 一个都不行啦 好了 那我们先戴上口罩 准备出发啦 准备好了吗 出发 就立刻就有看到想买的了 桃子 好 两颗吧 好 那你自己妈吧 OK啊 我帮你看一下日期好不好 目标很精准嘛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我想要巧克力的饼干 可以吧 但是你要看价格哦 这个是14分 你要从左往右念 悠然 41 41分 你也可以买啊 好吧 那我买了 这个是27块钱 已经超出咯 钱不够咯 62对不对 这是63 你只能选10 太贵了 或者你可以把你 框里的东西拿出去 某一样 换这个 我可以再让你买一个满天星之类的 是这里吗 很大 好啦 那我们去结账吧 很开心 刚才结账的时候没有跟大家说 是因为后面还有排队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回家了 回家之后给大家看一下 悠然一共买了多少东西 好不好 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 我们刚才一共花销是220块钱 巧克力牛奶 来最近超级爱 超级爱的这个 巧克力铜锣烧 对 那个喜欢吃的铜锣烧 对 悠然最喜欢的小星星满天星 悠然很喜欢吃洋葱 所以他喜欢的洋芋片 全部都是洋葱口味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小朋友 悠然最近超爱的水果 就是桃子 在妈妈家乡水蜜桃 好甜好便宜的 香麻 等于有机会 妈妈带你回去 让你吃个够好不好 那我们就回归我们这一期 对讲发票的正题吧 对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对一下这个 这样的发票吧 其实我今天特别没有精神 看起来特别的疲惫 是因为 今天开始我在减肥 你每天都在减肥 其实我是那种 逆胖体质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小胖牛 但是悠然现在 就是属于是小兽牛 刚才和阿婆在视频 对不对 阿婆一直在问你 在学校是不是没有吃饱啊 老师是不是都没有给你饭吃 为什么总问悠然 这样的问题呢 是因为啊 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妈妈是幼稚园的教师 稍显的优越感 她的优越感是什么呢 就是 她总是觉得悠然 在台湾的幼稚园吃货 每次晚上我和我妈妈视频的时候 我妈妈在看悠然 吃饭吃得很好嘛 小朋友吃饭吃得很好 不是应该夸养吗 自主能力很强 吃饭吃得很棒棒 但是我妈妈总是有一种误区 就是 吃饭吃这么好 是不是因为在学校饿肚子了 老师有没有给你饭吃 水果有 对不对 还有点心 还有正餐 每个小朋友只有一份 是不是 如果 没吃扣的话 怎么办 没吃扣的话 就做老师 我跟她家吃一点 那老师会给吗 对 会给 对 跟大家说一下 悠然三岁的时候 我带悠然回过一次家乡 刚好我妈妈幼稚园 我们走了一个小小的后门 让悠然去 上了一个星期的课 在阿婆的幼稚园里面开启吗 但是我不喜欢吃 那个 吃饭 胖胖 我们北方人的主食呢 有一半其实是馒头 或者说是包子 但是悠然很不喜欢 会很干嘛 我妈妈他们学校为了给家长一个很好的证明 就是说明小朋友在学校很健康 可以让家长看得到的 显而易见的证明就是 我家小孩有长胖 其实呢 我本人在我妈妈幼稚园也去过很多次 旁观过他们每天的上课睡觉 包括吃东西 哇特别是吃东西我完全接受不了 你们吃饭是自己吃还是老师为你们吃啊 自己吃 谁吃最慢 的时候就谁擦桌 哦都是自己做事情对不对 自己事情自己做 但是在我妈妈那个幼稚园呢 不管是小班中班大班 几乎有一半的小朋友都不是自主吃饭的 一呢会觉得小朋友吃饭吃得太慢 二呢就怕小朋友吃不饱 经常会看到小朋友吃饭吃到呕吐 就那种吃快点吃 往里面去硬栽 那小朋友的嘴巴很小嘛 东西又嚼得很慢 特别是女生就完全接受不了 就会 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 每天早上要吃一顿早餐 上午还要吃一份水果 中午吃一份正餐 醒来之后呢要吃水果和坚果 做一下这个坚果啊 板上做的就是开心果 必根果 大真子 还有杏仁 这一点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教育局啊 绝对是不寒酸的 小孩子吃的是真的很好 对好题了啊 等妈妈讲完啊 除了下午茶点之后 还要再吃一顿晚餐 晚餐吃完之后才回家 所以你大家想一想啊 这一整天在幼稚园 基本上就是吃吃吃 是我们东北的小朋友 出来一个个都是小胖子哦 我觉得台湾这边指向很好的 就是她很注重营养的搭配 现在很多小孩就营养太过剩 再一点呢就是 小孩的自主问题很好 什么都让她自己去做 包括悠然他们的碗筷 都是要自己去清理 对不对 自己擦干净 但是我妈妈他们的幼稚园啊 小孩从来都不管碗筷的 吃完之后就碗筷里面一放 我也是中北方孩子啊 就从小啊 就吃太多 吃到胃整个称大 当时我记得我是七岁 比如说我现在的腰围啊 是一尺六 一尺七的样子 但当时是二尺二 比现在还要胖很多哦 当时我喜欢一件红色的连衣集 但是没有我的吃法 太胖了 我妈妈后来找工厂定做的 哇 真夸张 悠然已经等急了 要对发票了 我们过年期间出去玩这一圈 哇 现在一堂发票还真的是花到蛮多的钱 特别是去台北 花销特别大 前几天呢 YOBA本来是要去台北办事情 他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 我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他 我说没有事情以后就绝对不上台北 台北的花销太大 太贵了 记得有一次YOBA去拜见一位学长吗 但悠然在信誉区那边下午吗 也是太累了 就想不然就找一个小店去做一下 结果随便走进去哦 一杯饮料就要一百多块钱 再加上那个什么服务费啊 一杯饮料二百块钱太夸张了 回到台南之后买什么都觉得贵了 超级大方 有一天晚上和YOBA和YOYO一起去吃饭嘛 吃完饭之后嘛 我们准备吃小电动车回家 发现我们的这个车上就有一个这样的便利条 它是写着你好 我是YO妈 我是YOYO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便让我们了 好 不好意思要出门 车子稍微撞到你的车 如果有问题 再麻烦您给我打电话 上面还留了她电话号码 写的是王小姐 在我们中国如果发生一些小摩擦啊 或者说是车被撞倒啊 巴不得快点逃跑 怎么会写便利贴 然后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上面 我就这一点诚实到让我觉得 这个世界真的有这么的善良 这么的简单吗 其实当时发现车有一点点问题 那个车把上面镜子啊 是有一点点小裂纹的 但我觉得也还好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这种事情就是多包容一下 但是这种操作我真的觉得 哇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世界会是这样的 从来都不敢想 但是我觉得我碰到这件事情 会让我觉得那一瞬间很感动 如果大家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可以在下方留言和没跟随便 我们这次有尾数的还是有很多 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多 现在我们就要对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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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200 200 200快放好啊 好 因为这个417我妈呀又200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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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开心了是不是 哈哈哈 哎呀 我拿好啊 我给你讲 你拿好啊 这都是钱 我给你讲 哎呀 哈哈哈 眼睛都放光了 还没中啊 马上就来了 你困了 你困了 你困了等一下中奖 一千万就是我的了啊 啊 我还是可以忍着 好 真的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我们这次中奖的分享了 大家也记得对一下 讲啊 没准 家里那个小小的纸张 就是你的房子的首付在等你哦 这个真的是说不准的 跟大家讲 运气来了 挡都挡不住 我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电话 那么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点击一下订阅啊 安静你的小铃铛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方多多留言 说一下你们 1月和2月中了多少钱 台湾的对讲 真的是一个生活上的期待 因为有了这个对讲的小小的乐趣 我觉得我在台湾生活 就是日子过得特别坏 那以下就是今天所有的分享啊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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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幽妈 我是叶妖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电话呢